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说起末代皇帝溥仪,这位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,他几乎是没有尝到皇帝的滋味,在其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登基继位。 三年以后,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,他的母亲龙玉太后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,同意了退位,后来被赶出紫禁城后,又被日本胁迫当了傀儡皇帝。 虽然还是皇帝,但是没有一点自己发言的权利,在1945年的时候,日本宣布战败以后,溥仪也被当成了战犯,关押到了收容所。 在溥仪还在紫禁城当皇帝的时候,每天的吃饭都是由御膳房严格把关。 我们在清朝的电视剧中也看到,每次皇帝吃饭时,都会由旁边的太监夹上菜后,然后送到皇帝的面前,而每天只吃两次饭,其他为吃点心的时间。 如果皇帝饿了,就会告诉御前太监,然后一起集结历似的,最后传到御膳房。 然而,每天吃的菜肴都在三十种以上,如果遇上了大的节日或是特殊的日子,御膳房会准备出上百种菜肴。 这些菜肴中大部分是肉食,而且有时还会有海鲜。 对于这些菜,我们现代人已经感到并不陌生,可在古代中国,这些只有皇帝可以吃到。 溥仪在那么小的时候天天吃这些,已经感到非常油腻了。 于是,有时会让太监去城外,买一些百姓的零食回来,其中就有百姓常吃的烧饼。 可是,每到拿到皇帝跟前时,就得到凉了,太监也怕怪罪下来,就哄皇帝说,这种饼子只有凉的好吃,热的要晾冷了才吃。 转眼到了1959年,溥仪被释放出来,成了自由人。 在一次路过市井时,看到了以前常吃的烧饼,在忍不住买了后,发现热热的饼子比以前的好吃。 大喊,我都被太监骗了二十年,还是热烧饼好吃。